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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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請坐 各位晚上好 歡迎大家來臨今晚的課堂 好多謝陳博士新一年2024年又跟我們來善息佛學 今天會繼續跟我們說達摩志破六大鐘門 課堂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首先查一下你的手提電話是否已經調了正音 還有如果大家待會有需要發問問題 首先請舉手 我們每邊都會有師姐或師兄幫手提咪 因為我們需要收音 麻煩大家待會多多合作 時間交給陳博士 謝謝 好多謝大家 進來很歡喜 見到採到的都是精英 大部分都是奇妙精英 跟我差不多都是奇英 不知道為什麼 年輕奇英不在這 年輕精英為什麼不在這 要這樣的人生的月曆 要這樣的人生的月曆 要這樣思維的成縮 才能夠繼續聽下去 讓我先做調查 這幾堂一直都有聽到達摩志破六大鐘門的請舉手 嘩 真厲害 你們真是果然是精英 真是 我自己覺得 一點都不容易 是真的很難的 你們覺得呢? 也很難吧? 合情合理 因為平時人們學習 就是 以為自己 一聽就明白 一學就會 一教就懂 一問就 不記得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尤其是 尤其是我們講這個專題 《達摩志破六大鐘門》 我真的很坦白和大家說 我教了科學三十幾年來 從來未見過有一本書 有一篇文章 正正經經 很內在地 很詳細地 來分析 達摩如何破每一個中派 也未見過有一篇文章 真是能夠原文解讀 更加未見過有一個研究 是逐句逐句解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我是逐句解的 到最後解原文的時候 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現在告訴你 因為佛經是很難讀的 就是如果分開每一個字來說 就容易 因為每一個字你都 都認識 只是在一起 就未必認識 或者根本就不認識 所以大家都是很有福源 你自己也很有智慧 肯繼續聽 這個真是 我都很感恩華旭講堂 能夠讓我有機會 這樣逐中 逐中去破 其他地方 見到這麼深奧難明 甚深微妙的事情 等第二天去這個 兜率天才說 去這個阿彌陀 靜島才說 這麼深奧的事情 不要在這裡說 但是 很包容 很圓用 能夠給這個機會 我繼續 講解這個 《達摩治婆六大中門》 我夠膽說是一千五百幾年來 沒有人這樣說過 裡面所有的見解 都是第一手的創建 還有我講學的特色 是很有系統的 還有觀念很清晰的 請問你們覺得不覺得 覺得不覺得 這個正常 不覺得 你自己好好看見自己 我不會看見自己 已經 這些奇妙精英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知道嗎 好 我們今天開始破 第三宗 就是這個叫定慰宗 定就是禅定 慰就是智慰 我們講的時候 會講到今天 就是破六大中門的第三宗 他的代表人物叫做 智者簡單 稱他為智者 他的名字就是 婆蘭托 就是這個中派觀點的代表人物 他的立場就是無定論 他思辨的格式就是非有非無 通過非有非無來解釋定慰 禅定和智慰 現在答摩就是要破 定慰中的無定論 破他那個执著非有非無的思想 這個總剛性原則 我們叫做一句定江山 原文沒有這些 是我讀通讀透之後 知道每一宗 每一門 每一派 他在處理什麼問題 我的格學方法就是 由雲觀 很整體的 給一個大的觀念架構 然後跟著每一宗有個定位 這樣你先有一個 綜合概括的了解 當然你明白了已經很好 學習的時候 是由雲觀 慢慢進入微觀 微觀就是最後逐句逐句解 然而我們知道 逐句逐句解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呢 好處當然是每一個字 每一句都明白說什麼 不好處就是什麼 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很多其他有些解經的時候 根據原文 經文裡面逐句逐句解 每句都懂解 每句都懂解 每次都解幾行 十行 八行 夜行三十行 每句都解 但整體是不知道去 那個大的架構 大的定位 或者是處理什麼問題 我們用形象化來說 就叫做 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等於 就是你去海洋公園 旅遊的時候 一進去 一去到熊貓館那裡 嘩 就只是經常去看兩隻黑眼圈 就像你這樣 就像我這樣 看兩隻黑眼圈 只記著看熊貓 看下看看 不如落伏 只見到熊貓 整個海洋公園是怎樣 你都不知道 這些就是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所以我們教學是怎樣呢 去海洋公園旅遊的時候 首先入門口就要拿一張 導遊圖 知道有熊貓館 鯊魚館 水母館 雀鳥館 蜜館 海盜船 有個雲觀 然後自己喜歡去哪裏 就去哪裏 或者自己喜歡決定停留 只去一個地方就可以 喜歡就 平均分配時間 每裏去都可以 至少知道自己去哪裏 至少自己選擇什麼 自己喜歡的 這個就比較全面一點 所以 我們就要定位 這叫定位 我們說的是大摩治破六大宗門 就是說達摩在印度的時候 已經成名 已經是智慧無量 變才無窮 相當之厲害 然後破六大宗門 第一就是有上宗 第二就是無上宗 第三就是定位宗 就是今天我們要破的 第四就是戒行宗 第五就是無德宗 第六就是直靜宗 遙文是這樣的 當然要破這六大宗門 如果你就這樣看這六大宗門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你看不看出有什麼相關性? 一般人是看不出的 其實是很艱難的 其實真的是 我是教佛學的專才 教了二、三十年 我頭頭看這篇文的時候 看到頭都動了 你說什麼? 究竟 裡面很精巧細緻 心目難明 原文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 我們要有大的架構定位 所以這個叫做系統性建設 我解決自破六大宗門 就是一個系統性的建設 然後告訴你 這六大宗其實 各自處理什麼問題? 哇! 這個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 就幫大家了解佛學 了解達摩 自破六大宗門 整個宏觀的體系 哇!原來是這麼龐大 這麼龐大 還有邏輯性思維 原來這麼精巧細緻 是這麼嚴密的 請問你看不看得出 這六大宗門裡面 互相之間有什麼關係? 就這樣看名字 沒有可能知道說什麼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說雲觀而言 就是達摩要破六大宗門 其實告訴你 就是說我們 在學佛的過程之中 有六種可能的執著 有相中就執著有 執著實有論 無相中就執著無 就變成虛無論 執著定位中 這是非有非無 這就是無定論 不確定論 戒恨中亦有亦無 這就是矛盾論 然後前四句 就代表A 非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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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非A A 及非A 如果有聽說 書的那些 朋友 就知道我講什麼 這就是代表四句 有相中代表A 用一個符號A來做代表 無相中代表非A 看到沒有 而這個定位中 就代表 既非A 亦非非A 兩邊都不是 又不是A 又不是非A 就是兩端的否定 而第四種戒恨中 就是代表 亦是A 亦是非A 這是一個矛盾論 這四句代表我們 邏輯上的思維 各種的可能性 這亦其實是印度人 傳統文法裏面 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他們的立體性思維 我講過很多課 再簡單做一次總結 讓大家知道 印度人的想法 是精巧細緻過西方人 西方人 人一是A 一是非A 一是非黑 即是八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那種 全面的 這麼立體的 思維的系統 以及架構 這次還有 無德中和直正中 更加 讓我在這七年裏 反覆之良 到了第六年 才知道去處理什麼問題 所以我講個答案給你們聽 你們很幸福 知道嗎 頭頭我都不知道 去處理什麼問題 為何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 無德和直正有什麼分別 告訴你們 無德 就是破執空 直正中破執空 一個就是空 執著空 一個就是執著空 連空也空了去 這樣也要破 凡是有執就要破執 在近一年多 我才通透明白 很成熟地 了解清楚 這是一個宏觀大的架構 一千五百年來 一千五百年來 沒有人破解這個謎 今天正式和大家說 就是這裡 有相中是實有論 破去執有 我再說一次 破去執著有 破是破執著 人要是執有 要是執無 沒有 我講解過很多次 執有 即是求名、求利、求情、求愛 這些就是執著 情、愛、名、利、淺 這些就是有 有些人反過來 就說不無執 本來無執是好的 但是 他走到另一個極端 就說 我一定不要錢 一定不要情 一定不要愛 一定不要明 一定不要利 這是另一個偏差 執著有 是一種偏差 執著一定沒有 又是另一種偏差 就是這樣 所以是破 無相中破去執無 然後在定位中 就說非有非無 又不是有 又不是無 作一個無定 這裡做一個簡單的陳述 說它是非有非無 不是錯的 你執著它非有非無 才是錯 懂得聽沒有 譬如說 這東西是有的 這個不是錯的 你執著它這東西才是錯 執著有才是錯 無本身不是錯的 但是執著無就是錯 我們是破執 不是破那個形態 不是破那個狀態 不是破那個事的格式 這些無法破破 是永遠存在的 所以 到戒恨中的時候 破亦有亦無 即是說 又是有又是沒有 我剛才想說 非有非無本來不是錯的 有時候我們想法 都是可以非有非無的 對吧 譬如 扎洗司機問你 你幫我 烏克蘭要幫俄羅斯 俄羅斯就是A 烏克蘭就是飛A 對吧 那是否從 扎洗司機來說 這樣 是不是很詐細 現在他 真的很詐細 搞到文不連身 哀雄騙野 扎洗司機就一定問你 你幫我烏克蘭 要是幫俄羅斯 對了 幫我烏克蘭要幫俄羅斯 他是不是一定要你二選一 他就是這樣批評中國 批評中國不幫他 然後就是 經常發出怨 又發出不高興的 外交辭令 又說要制裁中國 中國是怎樣 既不幫俄羅斯 亦都不幫烏克蘭 即是不提供軍火給兩邊 人道救援物資可以提供 所以 中國的做法既是非A 亦都是非非A 既不是幫俄羅斯 亦都不是幫烏克蘭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問題不是說非有非無是錯 而當你所有東西 撿住非有非無 就會產生僵化的格式上的思維 形成了一種偏見 而變成一種執著 佛教是一種無執的智慧 不是執無的偏見 分到 再說一次 是一種無執的智慧 而不是執無的偏見 執有是執 執無都是執 所以 即是說 問到中國 你是幫俄羅斯 還是幫烏克蘭 中國的標準答案 非A 非非A 非俄羅斯 非烏克蘭 是不是 本來 烏克蘭和俄羅斯 本來 大家各自存在 不是A和非A的矛盾關係 但是現在打仗就是 打仗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是 一個是A 一個是非A 本來不是的 你有你存在 我有我存在 所以 當問到你幫誰先 普京又問 習大大 習仔斯基又問習大大 結果習大大一定會 在外交辭令上說 我們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愛好和平的 以一個大國負責任的角色 就是不幫任何一邊偏袒 來打仗的 這些說話 可以說嗎 合不合情 合不合理 我覺得很大體 對不對 我們不是一個 鼓勵 或者好戰的民族 希望大家和和平平 本來 非有非無是可以說的 一會兒今晚 我們全力看看 這個定位中 他怎樣有執著地說 非有非無 所以就要破他的執 非有非無 再說一次 破他的執 破執 破執 執著非有非無 這是這樣的思維格式 然後 第四宗就是破熱有易無 這是第四宗 第五宗就是破執著空 第六宗就是破執空空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雲觀的架構 為何說呢 就是 就是 版權所有 歡迎引用 不過要引回我的名字 為何明明是神貝 原請你這幅圖 為何變成你的名字呢 那你就 就會第六宗 就變成會直靜列盤 看不見到呢 用符號很容易說話的 如果我們習慣用這個抽象的思維 格式的思維 就很快可以定位 有相中 就是他的主張是有 即是實有論 簡單說就是有 有就用A來代表 無相中 他執著這個無相 所以簡單就用無 一個有一個無 是不是很容易用A 和非A來代表 A和非A 剛剛好 就是一對的相對反 一邊是A 一邊是非A 一個相對反 一個有相中 一個無相中 這樣 我剛才說了一個 第三宗 就是 用實例就容易明白 究竟你幫俄羅斯 一幫烏克蘭 答案都是兩個都不幫 不進入兩邊的邊見 不進入兩邊的偏見 不進入兩邊的偏見 不偏坦於任何一邊 所以從對立之中 而超升 看到沒有 所以既不是A 不是這個A 亦都不是這個非A 所以 這個就是從對立之中 而超升 這個就叫做定位中 就是今天我們要破的 這個 我再說一次 這個格式是本身沒有錯的 亦都代表一種辯證式的思維 從對立這個平面裏 超升了一層 即是境界是高了 視野是闊了 等於唐詩那個 欲窮千里目 近上一層樓 你上來 既不是A 又不是非A 你就兩邊都看到 在烏克蘭的立場 俄羅斯所有的事情都是錯的 反過來 在俄羅斯的立場 烏克蘭所有的事情都是錯的 一定是從自己的立場 自己的觀點 來看世界 同意嗎 俄羅斯為何要有特別軍事行動 留意大家 有些國際的常識 俄羅斯和烏克蘭 正式來說不是戰爭的 俄羅斯是說 發動一場特別軍事行動 不是向烏克蘭宣戰 宣戰就是戰爭 為何俄羅斯要向烏克蘭 採取特別軍事行動 因為他當時在烏克蘭的境內 有新納粹主義 專門殺俄羅斯話的人 另外他要加入北約 北約是軍事組織 即是西方的軍事力量 來到俄羅斯的家門口 因為當年普京和北約談過 就說 你們簽了合約 不要再擴充北約 誰知一次又一次食言 然後那些哈薩克 什麽斯坦 那些逐個逐個加入 現在再加入 烏克蘭還要加入 即是把導彈 將飛彈佈置到俄羅斯的家門口 每個國家都需要自己的國家安全 的維護 所以要採取特別軍事行動 這就是俄羅斯的觀點 烏克蘭又怎麽說話 我是民主國家 我和西歐那些 我和歐洲一樣 我已經全部是民主 所以加入他們的大家庭 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這是我獨立的主權 這是我的自由 我為什麽不可以加入 這是歐盟 或者是北約 這個軍事的聯盟機構 是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 所以當你有立場 有觀點 你是俄羅斯人 你就有俄羅斯那套 正說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演繹 你是烏克蘭人的時候 你就有烏克蘭那套 民主、自由、西方那套 華語權那套的意識形態 所以大家靜在對流裡 當從對立之衝超升 又不是俄羅斯的想法 又不是烏克蘭的想法 超升之後 既是A 既不是A 又不是非A 既不是俄羅斯的想法 亦不是烏克蘭的想法 例如中國的想法 中國的想法就是 我們大家不要打架 我們人類命運共同體 即是我們中國傳統所說 現在就是天下太平 是不是很好 這個當然好 所以這就是第三 本來在格式上 既非A 亦非非A 這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不是說這個格式有問題 而是說定位中 用了這個格式 將它的思考無窮膨脹 而是變成僵化式的 有偏見式的思維 今晚我講的就是很大體的東西 不是說這些格式全部都不對 到最後不說話就對了 這個最後時不終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 你想像一下 什麼都學不到 學到最後就說 大家最重要 最後就是物言無語 不要說話 整個文化都崩潰 整個文化都傳承不到 一開口就說不要說話 人家最高境界 所有東西都說完之後 覺得這樣 都是各有所編 各有所執 最後才叫大家不要這麼編 不要這麼執 不要死掉自己的觀點 不要死掉自己的立場 所以最後就不要說了 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一個文化裡 一開口就說 不用說那麼多 最後就是有兩個現象 在中國曾經出現過 一個就是儒家的思想 黃陽明說心 吾心即是宇宙 宇宙即是吾心 然後就不用讀書 萬經皆我住所 所有經典都是我的住室 只是住息 胸襟氣派很好 黃陽明就能說 弟子不能說 因為黃陽明已經讀了四書五經 以及歷盡人生 最後是開悟之後 才能說得這麼大的說話 所以到了黃陽明晚期的時候 便是空梳 宋明理學 便被人批評 空談誤覺 因為吾心即是宇宙 宇宙即是吾心很偉大 但這些是空話 這些是大話 即是很大的說話 大到無論 不是一般人可以說的 是大儒家大學者才可以說的 所以經常都空梳是不行的 經常說不讀書 不看經是不行的 在我們佛教裡面 一樣發生這回事 就是大家經常聽的禅宗 大家有沒有一個印象 經常禅宗 給你最大的印象就是什麼 不可以說的 不可以說的 所以便滅亡 所以便衰敗 所以便失傳 所以便不知說什麼 為何人家禅宗最後不說 因為人家力中滄桑 讀中無數的經論 讀得太多 說得太多 系統已經發到最原備 最後不是說的問題 不是知識的問題 不是道理的問題 不是概念的問題 而是實踐的問題 叫大家不要說那麼多 做吧 說了很多 說了很多都不見你做 說慈悲 這個原始佛教的慈悲觀是怎樣 這個一切有無的慈悲觀又怎樣 這個空中般若學的慈悲觀又如何 遺息中的慈悲觀又如何 接著如來壯志性清淨心的慈悲觀又如何 接著天台中的慈悲觀又如何 接著有花炎中的慈悲觀 接著到禅宗的慈悲觀 從來未見過你逛街的時候 買過一支旗 買記籌本 看見黑衣裡面 嘩 用什麼用騙我的 麻煩你了 你不是捐一元兩元 騙你也是一元兩元而已 又在這裏講很多理論 嘩 我怎會有可能被騙到呢 這樣 越講慈悲觀的人就越不慈悲 所以做實踐 進入存在的感受 感受的存在 感受一下真正真實的世界 而不是死在理論文字知識裏面 而不是死在經論裏面 所以當日聽過周金剛 沒有 德山孫鑑 為何叫做周金剛 他姓周的俗星 後來叫做德山孫鑑禅師 他是青龍塑抄的作者 就是金剛經 柱式的習大成的一本著作 他聽到禅宗說 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 聽清楚他是金剛經專家 所有研究金剛經的著塑 讀了一本書 習大成雜著 叫做青龍塑抄 他走上山找龍塑船師 直賭龍塑去算帳 他不抵抄那些人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 不需要讀佛經 不需要讀書 就打算挑戰他 一路走禮陽的路上 擔著自己的青龍塑抄的著作 去到山峽裡很累 看到有個街邊的小販 看到有個阿禪 街邊的小販 就是阿婆 在賣點心 賣東西吃 他當然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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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邊小販 阿禪就說 好啊 金剛經專家 頂呱呱呱呱 這樣吧 師傅 我問你一個金剛經的問題 你答得到我請你吃 不用你買 但如果你答不到的話 你是金剛經專家 如果你真的答不到的話 麻煩 過主 不買給你 付錢也不買 那阿周金剛心裡面 笑不笑 當然很棒 問別的問題 佛門精心薄大 不敢說什麼都懂 但是他剛剛寫完本 青龍塑抄 注解金剛經 正常來說是否胸有成竹 阿禪這個婆子 阿禪就跟他參禪 請問金剛經裡面有說到 三句很出名的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你現在要點心 請問你點哪個心 甚麼? 金剛經沒有這個題目 不懂 不懂嗎? 葛主 即是葛主了 沒得吃了 這些是批評的人 以為自己熟讀幾本經論 熟讀幾本哲理 佛學、佛法 以為自己很高人一等 天下無敵 結果原來佛經裡面沒有的問題 他真的不懂得回答 離開了經論 即是沒有鬼用 佛教是一種智慧 是一種生活的智慧 我提出的三化 就是佛學現代化 佛教智慧化 佛學的意願 是否太古老 太古老 古老到不知道要說甚麼 要現代化才知道 所以佛學要現代化 我的強項 這些就是現代化 有A、有非A 這些就是現代邏輯符號 經常用的符號 但是這樣定位的時候 覺得是否很清楚 立即 調分理清 整個系統都出來了 這就是佛學現代化 佛教要智慧化 佛教當然可以是 祈福 當然是做善事 有功德 而佛教最原容的地方 就是福慧相修 又要修福佛 又要修智慧 如果你有福佛 而沒有智慧的話 你很快便會敗家 如果你還是得了智慧 從來都不去 就是修福 或者是報師 幫助別人 你只得了空的智慧 結果你個人 都沒有什麼福佛 只是空談 一些概念 所以佛教 就是要智慧化 佛教不可以 由早到晚 只是 仲佛法的法會 而是修功德 有多少福佛 這個不是沒有 不單止要這樣 還要有智慧 然後就是佛法要生活化 不要只是佛教 變成了一大堆的名詞 一大堆的概念 其實任何一個宗教都是 如釋道三角都是 一開口 什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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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著那些 經論裡面的專有名詞 很高深莫測 你問一下一句的時候 它又說另一本經 又在隱經據典 你再問它 又再隱另一本經 隱經據典 其實當然它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明不明白 不過它喜歡隱經據典 就拋一些原文出來 所以最後它們通常隱什麼經 那個叫做 超級無敵 法公所說神妙經 簡稱超法神經 好像不講經就會死得 不講經就會覺得自己沒有了道 這是另一個偏差 我想說今天就是 我們不是否定佛法 不是否定宗教文化 不是否定經論 而是要從語言文字概念之中 跳出來 所以我今天是建構這個六句的系統 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人類思維裡面 一層一層的思辨裡面 層層上進 層層在更高層次的執著 懂得聽嗎 所以再舉回這裡 第一層就是 在一個平面裡面 大家同一個層次 一個說A一個說非A 大家都在同一個層次 只不過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一個說有一個說沒有 同一個層次 即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他們吵架是同一個層次的 自己一定說自己對的 所以跳高一個層次 如果用中國的角度來看 又不是幫了烏克蘭 又不是幫了俄羅斯 所以就有非有非無 好了 反過來說 我們平情而論 其實烏克蘭是否要幫助 俄羅斯是否要尊重 各個國家的安全主權 烏克蘭也是有民主自由制度 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也是可以有的 所以又可以說回 亦有亦無 懂得聽嗎 所以從格式上互相排斥 但是如果從內容上添加了內容 最重要是在內容上的詮釋 是合情合理 中國亦不偏袒俄羅斯 不偏袒烏克蘭 到了我們沒有這個立場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在同一個層次來說 我們其實都可以支持烏克蘭 亦可以支持俄羅斯 支持烏克蘭 不要再生靈淘炭了 亦尊重它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亦可以支持俄羅斯 有一個國家安全的考慮 不要將大炮導彈 烏克蘭加入北約之後 把人家的刀架在頸上 雖然沒有插理 但是沒有插理 就沒有插理 但是把刀架架在頸上 人家有權要求一個 國家安全適當的距離 合情合理的其實也是 所以解釋回當年 抗美援朝的時候 大家都想不明白 中國剛剛1949年 就是立國 1950年的時候 50年代就和幫助朝鮮 抗美援朝 正是百費待興 哇 真是經濟一窮二白 為何還要出兵 志願軍和美國為首的聯軍 加上當然當然有韓國在裡面 南韓 一起打這個韓戰 就是那一句 中國都需要一個國家安全的空間 你打到亞布陸江旁邊 架起一個槍炮 架起一個導彈 放在這裡 隨時就在我們家門口 所以就是 為何幫助抗美援朝 都是保家衛國 大家都知道 當然美國自己也做錯事 在亞布陸江邊 不斷狂軍濫炸 炸了過來中國的工廠 他當然說是不小心 那麼多不小心 好像我們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 被他炸了 說不好意思 他不小心炸錯了 中國人仇記這個恨記這個恥辱 到今時今日都還沒有清洗 這就是國家裡面 我們中國人的忍辱負重 等於羽皇勾錢那種臥身嘗膽 當時的角力太弱了 當然不敢跟你在這裡計算 現在慢慢慢慢 每天都提出這些事 所以美國真的都是害怕的 看到了嗎? 最後可以說回亦有亦無 好了 這四句代表了 在世俗的層次 邏輯上的四種可能性 西方人只有A和非A 邏輯裡面叫做二直邏輯 一是A和非A 即是畫一個圓圈 中間一洞 如果A在左邊 非A在右邊 就包括整個的閘 這個叫做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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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準而發展起來 另外來講 他就是這樣 成就知識很強 但是印度人 包括中國人 中國人也有這個 就是Dynamic 或者Dynamic Dynamic 就是動態的思維模式 或者叫做辯證的思維模式 印度人 既可非A 及非非A 既可A及非A 是不是一種很動態 由近上一層樓 變成 變成四句的思維格式 第一是有立體的 第二是更全面的 中國人 因為他的文化也有這個底韻 就是道家式的思維 道教式的思維 道家是附陰抱陽 陰陽 雙入 雙交 雙切 太極圖是怎樣 一個圓圈 中間一洞 然後 陰有一部分是走入陽的部分 下面的陽 走入陰的部分 就像S形 這個意思是 陰可以進入陽 陽可以進入陰 這種叫附陰抱陽 相入 相切 相跡 一陰一陽之為道 整個道裏 不是一種非黑即白的 而是可以辨證式的 可以動態式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負相成 然後維持在一個道的 完整的狀態 所以中國人有這個思維 就吸收到印度人這種 四具的格式思維 很容易的 西方人的頭腦很實的 非黑即白 是否看到今天當今美國 那種非黑即白思維 就是西方式的思維 我是老大 如果中國變成老大的時候 即是我是老二 老大一定是欺壓老二或其他 這種非黑即白 又叫做靈和遊戲 要是你贏了 要是我贏了 要是你輸了 要是我輸了 就沒有一種 就是中國人的一種 生活的智慧 叫做潮收老賣金 唯威唯 一起賣 你又賣我又賣 他們不是的 只有我賣 你不可以賣 所以芯片 這些高科技 這麼賺錢的東西 美國人覺得 只是我們大白人民族 Anglou Session 那些是安格魯遜 那個英語的國家 那五眼聯盟 他們才有資格 做這麼高科技 賺這些大錢 你們那些其他人是不行的 中國人賺這些高科技錢 就不可以的 它是一種是靈和遊戲 非黑即白的思維 我們中國人不是的 即是說 我們能夠接受到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當人家比我們的時候 我們正常的思維是怎樣的 首先一定不是去打壓人 正確來說 我們所有的思維 無論如釋度三間都是 首先內自省 為何我有甚麼不足呢 為何我有甚麼不足 被人超過了自己 我們是這樣想法的方式 不是人家超過我們 快要超過我們 都未超過 現在中國的GDP 是美國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左右 都未到他一樣 都未超過他 他每天打壓 每天打壓 即是說 人家快要追趕他 或者快要走過去 他就去打壓人 我們中國人不會這樣想法 例如我們中國人正常來說 就是內觀 觀自己有甚麼不足 然後自己發奮圖強 是這樣的 所以中國人很知道 落後就要捱打 所以為甚麼呢 咬緊牙關 全部就是主要原子 不要父子 只有原子蛋 雪櫃裡面可以沒有雞蛋 不是,那時候根本沒有雪櫃 只要原子蛋 雞蛋沒有就沒有了 因為那時候六零年代 蘇聯是黑魯曉夫的年代 準備用核彈 打完真寶島戰役 六十年代的時候 打輸給中國 想用核彈來炸中國 所以來說 落後就要捱打 這句說話 我們身為中國人 看這個晚清史 一片血淚鼠 落後就要捱打 所以 不要父子 不要雞蛋 都要原子蛋 所以為甚麼六年代 就是引爆了原子蛋 給蘇聯看 蘇聯一看到它引爆了原子蛋 從此之後 不敢再打中國了 因為大家兩敗俱傷 你有原子蛋 中國都有 所以我們正常的思維 就不是說 人家即將接近我們 或超過我們 就要打壓別人 我現在一句 總體性的指導性原則 告訴大家 如释道三八的文化 是一種內觀的文化 是一種內在的文化 是觀自己 有何足有何不足 觀自己足都可以 觀自己足就不要妄自菲薄 觀自己不足就不要自我膨脹 這是很好的 儒家就說不入山反省 真知那些 人家都反省自己 有甚麼做得對 有甚麼做錯 有甚麼做得更好 有甚麼做得更好 佛家裏面那些內觀禪 全都是觀自己 有何足有何不足 以前在二、三十年的時候 當Sony叱咤風雲的時候 七、八十年代 日本企業洪霸世界秀 他出來代表禪廣話 這個沒辦法 聽著這句名句 禮失求諸野 聽過沒有? 在皇家裏面自己的禮 禮不樂壞之後 禮去哪裡找到? 在山川、野嶺、民間裏面找到 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衰敗之後 就在其他國家裏面找到 竟然由日本人做代表來講禪 他就說為甚麼我們 為甚麼我們會 這個Sony這麼強呢? 我訓練我的CEO 不是叫他們學這個IBM電腦 不是叫他們學甚麼高新科技 這個當然要學 重點不是這裏 重點是 到時到後 要他們一起坐蟬參蟬 坐蟬參蟬的 如果真正知道甚麼叫坐蟬參蟬 就即是坐定定 來內觀自己 我有甚麼恐懼呢? 我自己有甚麼不足呢? 我有甚麼不好呢? 就是全部是公身自省 這種文化就是禪的文化 禪修禪坐 再跟大家說一次 禪修禪坐不是坐在那裏 變成了Idioc 變成了白癡 老闆都不動 想都不想 就叫做很高境界 禪坐不是變成一個白癡 懂得聽到嗎? 禪坐是內觀自己的心性 找出自己的自省清靜心 讓自己觀到這個世界 觀到自己 知道自己是想要甚麼 知道自己在天地之間有甚麼使命 用儒家的說話就叫做天命 在天地之間的使命 你能否找到自己在天地間的使命 所以孔子就說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滑 五十之天命 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知道自己天地之間的使命 這個就是天命 天命不是解釋甚麼很神秘的東西 即是你在世界裡有甚麼角色 你知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做人? 你這個世界有甚麼角色? 你現在出去訪問一下 一個招牌打下來 十個有八個都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他只知道混混惡惡 虛無失落 有飯吃飯 有中口中 你問這些廢物 我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他本來是一隻快樂的豬 你現在搞到他又未成人 成為一隻痛苦的豬 你真是功德 不是真是陰功無量 不是功德無量 真是陰功 我本來是一隻快樂的豬 所以我們所說 人要知道自己天地之間的使命 這些如釋道三家都是講內觀的 我們今天講的這些格式 就是將佛教現代化 但是這些格式地講 是未夠的 那個內容內涵 都仍然是用如釋道三家的文化內涵 我們是三教融通的 三教可以互用的 沒有所謂的 我們不需要 美國西方式 這個就是講民主、人權 其他的文化全部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不行的 這些自大、狂妄的文化 你看到現在美國的國 國勢就是衰敗 兵敗如山島 全世界人都看到 民主、自由、人權 其實是找來講的 最重要是炮聲一響 黃金、五萬兩 這個才是真正的 那些甚麼人權、人民主、自由 那些是找來講的 是要來顛覆別人國家的政府 所有顏色革命都是這樣 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裡面 最重要是幫他賣武器 這些就是美國軍工複合體 叫做Deep Stay 一個深層的國家機械 在後面影響前台裡面的民主政客 那你現在明白了 為甚麼選來選 都是找特朗普和拜登出來選 知道你為甚麼嗎? 我用一句英文你就明白了 他們兩個都是最大的 Fundraising Manager Fundraising Manager 如果他們出來選的話 他們是籌集到最多的經費去選舉 其他新人、素人 哪有他們幾十年裡的商業關係 或者政治關係 所牽連這麼多利益的瓜葛裡面 籌到這麼多款 民主就是金權政治 就是用錢去賣廣告 來控制傳媒 壟斷所有的華視權 來影響別人投票 大家一定要有這些現代的常識 這些就是他們的中國文化裡面 最重要是壟斷華視權 但是大家知道 人在做、天在看 你說到甚麼漂亮的事 說了一百句的謊言 說到一千、一萬句就變成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最後都依不住它的謊言 的本質 所以現在你看到整個世界裡的秩序 慢慢重構重建 走向一個人類的大家 走向和平 不說甚麼人主民權那些 你繼續說 沒甚麼所謂 最重要是發展權 生存權 你由早到晚教那些非洲黑人 你們要民主、人權、投票 大佬學友不能翻 字都未懂得寫 生活都未能生活 說這些做甚麼 最重要是幫他建立這條路 幫他教他怎樣農奸 怎樣吃得溫飽 是否這些是首要 等於我和你說佛法的時候 等於下街見到一個黑衣 機航交壁 今天就跟他說 你不要這麼執著 你是你前世的恩果報應 你還是活該 說這些 如果他沒有力 就有你一個大日金光獎 你回家跟你媽媽說 最重要是人家的機航交壁 有時候需要甚麼 請請人吃碗麵 做個麵包給人吃 說這麼多 同不同意 所以 我們是成熟的人 我們不是教人沒有理想 沒有文化 不是這些 是有 但是我們都要面對現實生活 現在我們這麼高 人類的思維 因為我覺得這些抽象的東西 講完之後你們會怎樣 全部變成空中大師 回到家就會忘記 但是我剛才說的內容 你會記得 烏克蘭、俄羅斯、中國 是真的這樣的 不是不可以說 而是不要倒閉來說 倒閉來說 倒閉去一邊 偏在一邊 變成了格式化 僵化的思維模式 那你就有所偏差 世界的偏差 來自人的自己的執著 這些思維的架式 它本身無所謂執不執著 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 蘇利羅斯 人存在和不存在 它這些東西都存在的 我們只不過負責把它發現出來 將它用這個語言、文字、符號 將它表達出來 表達到條分理清 你看到嗎? 由A 到非A 這個第一層的對立 升上去有非A 和非非A 當有非A 到非A的時候 我現在當這個叫做負B 那是否立即有個B 和它對立 對嗎? 這個 所以這個第二層 自我否定之後 又有一個新的對立 即是來到第二層 所以第二層又再上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留意 這個是A和非A 這個是第一層 跟著上面那層 非A及非非A 這個對立 是屬於第二層 第二層 將第一層裡面 吸收 容納 消化了 綜合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上面裡面 看下來的時候 就是那句名句 大家認識唐詩就可以了 這些這麼抽象的符號 你認識就認識 也不要緊 認識就最好 就是欲控千里木 近上一層樓 你在近上一層樓上面 就是看到下面的風景 又看到A 又看到非A 但是當你在下面的時候 你在俄羅斯 你永遠看到A 你在烏克蘭的時候 你永遠看到非A 明白嗎? 你就看不到既是A 又是非A 然後 亦都看不到既是非A 又是非非A 更加看不到 即是這裡的時候 又再上一層的時候 將它全部 綜合包容 這兩個是 肯定下來 再來一個自我否定 就是上第三層 前部這四句 就是世間塵 西方 就是我一直說的 二直邏輯 只是A和非A 印度就有非A 非A 以及非A 這個就是 非有非無 也有應無 這四句就是世間塵 上來這裡的空 就將這個 世間塵裡總括 用一個空字代表 其他這些什麼都沒有 只有空 那你就執空 明白了嗎? 空就叫你不要執空 不是叫你執空 所以就是破這個執空 所以然後就說 對 空就沒有了 只有空空 又是另一個執 懂得看沒有? 空是沒有 而是有空空 正話師剛剛叫你不要執空 結果你就執空 也是執 所以來到這裡 最後還有一個空空 將它所有的可能性 世間塵裡 全部是綜合 建構起來 如果有些人心水清的時候 就會問 咦? 為何有空空 為何可不可以有 空空空 三個空 是可以有 不過這個代表無共後退 這個代表是重複了 是重複的 這個空就是 這個空就是總結了下面那四句 不要執著空 即是不要執著所有可能性 下面那四句是沒有 是有個空 這是一個第五句 第六句就是 你不要執著空 空就是沒有的 是有空空 結果就是執空空 就變成第六句 為何沒有第七句 第八句 第九句呢? 後面那些叫做無窮後退 以及叫做重複 沒有新的獨立意義 懂得聽嗎? 所以人家建構的系統裡面 為何只有破六宗呢? 為何沒有第七宗 沒有第八宗呢? 是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明白了吧? 所以這些呢 就是 我們叫做 邏輯性的思維 用格式來思維 用符號來表達 哇!這樣就很清晰 明確 一膽無畏 這個就是整個系統的性格 燒不消化到? 我看到大家眼光光 喝了湯的狀態 都是適宜的 開始繼續說下去 繼續說下去